我們上個禮拜講到這個 菩薩優佛色戒經裡面 有關於遮難的事項內容 那提到了這個道生物的部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介紹了這個有關 為什麼在方等經裡面 這個華聚菩薩會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有人犯這個無逆罪 勢眾這個菩薩還能救拔 那如果說是道生物的佛所不救 就菩薩沒有辦法救拔的關鍵 原因是在於他的對勁 是向十方一切的這個反聖的救生 反夫生跟賢慎生來結這個道罪 所以關鍵是在這裡 然後我們也聽提到了這個有關 布施生人的時候 要以這個平等的供養心 平等恭敬平等供養 有所謂的生慈情 也就是不減別他是羅漢或是菩薩的一個果證 而做一個平等的一個物施的一個修持 這個我們上次大概講到這邊 然後講到為什麼道生物結最重的原因 就是因為對勁對勁廣大 而且還包括了一切的賢慎生物在裡頭 然後相對的提到道生物 我們附帶會跟大家提到這個 所謂三寶物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有在清淨道場的 十方眾生的功德大 那相對三寶的功德也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於三寶所 行偷道的情勢的這個事情 他所感的罪業也會相對是比較大的 所以對於這個佛法生三寶物 我們學佛的人 大概要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 就是佛物 佛物我們有分為四類 第一個叫佛壽用物 第二個叫屬佛物 屬於佛的 第三個叫供養物 像所有的這些獻貢的這些物品 都是 那獻佛物指的就是指 像飲食跟水果這一類的 可以吃的 好 那在綠點上 大概有這四類的一個恩類 那我們一一來介紹 好 首先第一個 佛壽用物的部分 第一點 佛壽用物的部分 這個就是指佛所壽用的 好 譬如哪些 看到這個四分綠的寒柱借倫書 裡面就提到 包括唐嶼啊 衣服 裝飾佛的這些材料 金 石 泥土 這些都是造佛像的時候用到的 曾經為佛所受用者 不得猜戶 也就是不得怎麼樣 佛用 常理供養 這個其實原來就是在佛師的時候 就是本來的意念就是作為恒常供佛做的一個用途 身世大福 身世間廣大的福報 法身無相 法身是沒有形象的 隨物以章 透過這個現象作用來彰顯法身 所以這些佛壽用的東西 其實它就是法身體 也就是佛法身的一個相用的一個表彰 那好比是什麼就是這些佛壽用物 就是殿堂 譬如說你供奉佛像的那個地方 那個殿堂 那個就是佛壽用的 就好比它的宮殿這樣 還有寺宇啊 宮殿樓閣啊 這些都是佛塔 或者是你起了一個塔專門放佛像 這個也是 佛身上所批的 袈裟啊 還有它如果是坐在坐在這種床 像那種佛和床上面的這個 也就是算佛的壽用物 或者是說莊嚴佛像的這些飾品 精靈啊 寶珠 乃至是你製造佛像的時候 用到的這些土石啊 都是屬於佛壽用物 簡單的說佛壽用過的東西 我們就是讓這個佛像 不做其他的 做用途的一個改變 譬如說你不能說你這個 袈裟今天佛批了 改天擁擠怎樣 自己拿來批 都不行這樣子 或者是給了這個菩薩用 給了這個佛了 然後你給了其他菩薩用 這個也就是 那個對象不對等 供養阿彌陀佛的 然後給了觀世音菩薩 這個也就是一個不對等的狀態 像佛就是屬於佛法界 那菩薩是屬於菩薩生的這個法界 那是對象不一樣 這個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是屬於佛受用物 第二個是屬佛物 屬佛物就是說 他是屬於佛 可是佛現在可能還沒有受用到 譬如哪些是這種狀況 就好比你供養的那個金錢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錢 你有錢 你不一定馬上受用到這個錢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只是擁有它 所以這個屬佛物就是 有點像這個狀況 那屬佛物的話 是可以轉譯的 所謂轉譯就是說 你可以去拿這個供佛的錢 拿去買東西來供佛 因為這個是佛的 只是它現在還沒有 還沒轉化成東西受用 那這個就是屬於佛物 那你拿這個錢去買供養佛的東西 那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錢就是屬於佛的 所以必須是買回來是做供佛的目的的 你不能說我買回來做其他用途 那這個就會有一點摩佑的狀況 這個就會專款專用 所以其實在生團 在道場裡面 我們會非常有意這個事情 就是說 事項 什麼人家捐的錢是做什麼意圖的 那我們就是不會互用摩佑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還蠻要蠻留意的 那再一個是供養物 所謂供養物就是一些供具 就好比香、花、燈、土 這些蠟燭、床帆、蓋、杖、陰若 這些一切供具都是屬於這個供養物的範圍 那如果說有種狀況就是 有一些東西太多 有一些東西太多的時候 那你還沒有用之前 你這個時候 譬如說把它做轉賣 這個時候還可以 那如果你已經現貢了之後的東西 就不能拿去做一個變賣、處分的概念 譬如說好比你這個香太多了 那你這時候缺燈 那古代他們就會這樣 把這個香拿去換一些燈回來 那這是可以的 反正你就是換回來之後 你要拿來做為供佛用 就是這個目的 這個用途不能改變 那如果說已經是佛受用過的 那就不許轉賣 就是這樣或是轉換 基本上就是這個原則 這是供養物 那現佛物的話 就是指這些飲食跟水果之類的吃的東西 這個叫現佛物 那如果說是常住供養 那基本上供養之後就歸常住物 這個你他生物的地方 我們會再跟他講 常住物跟現前物的這個差別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是彈月 彈月就是護法居士 就像你們自己供佛飲食 這些啊 那基本上有的人是這樣 有的人他是怎麼樣 他來廟裡拜拜 他是希望求一個平安 所以他其實他本來的想法就是什麼 他就是我供一下我要帶回家吃的 好 那其實那個沒有關係啊 那就是自己 因為你本來的想法其實也就這樣 你就是供一下 然後我要帶回家吃的 那那個沒有關係 好 那如果說如果你們沒有帶走的 那我們生團就會做這個常住 歸常住來處理 那就是到時候就是分給大家一起受用這樣子 好 那這個供佛的飲食啊 國品供候施給眾生得食 那我們當然就是會去如法的分這個供養物 給僧人來受用 乃至有在道場裡面的一些義工 還有這些菩薩一起來受用 那一般來說這些道場的這些 只要打板拿出來的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受用的 這個等一下會再講生物的部分會再提到 好 那這個四個就是屬於佛物的部分 嘿 有問題 是 你剛才說那個供佛物 是 佛像已經享用過了 對 我就是 你說的是受用物嗎 對 對 有一次就是我去那個 世大明山 然後不是很多人就是把那個基井啊 井端啊 整成一塊布 就是供養 好像一張被子那樣供在佛山上面 他們都很多很多 每天都很多不知怎麼處理 所以呢 這次法師呢 就說 就分給我們一些居室 他說我們回家呢 可以用這塊料 做一個被套 那我們蓋了 這是 有加其力嗎 我有一塊啦 我還沒有用過 我還沒有用過 我就是說 那是不是我 這個是這樣子的啦 如果你按照這個標準來講 他其實就是佛受用物 就是佛物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你們就是拿錢去 去給倒場這樣就好了 就是這個概念 不是我買了一塊料 是他很多很多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 今天我們是從那個地方 受用這個東西 那其實有一個最好的方式解決 就是我們不要去 五公補受入 其實就是這個觀念 我今天得到一個東西 那你就等值的去供養那個倒場就好 其實那個為什麼會有這個處理方式 就是因為太多了 太多了他沒辦法處理 那他只好做這樣處理 那可是倒場也不可能說 叫你一定要給錢啊 是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轉化 一個變動 其實那個是屬於佛物 如果也嚴格來講的話 是這樣子 那有時候真的 你如果說是觀光區啊 觀光區你那個東西很多啊 你那個常住的生人你要處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的處理方式可以就是說 把他整個收集起來 或是就是讓他去投那個功德下 對啊 可是你這以前你不能再做其他用途 你要一樣是就是做佛的一個建設的用途用 對 像在因果上比較不會有一個 一個 互用的這個問題 對 這個就是要比較小心留意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原則啦 其實我們生人也是一樣啊 你說我們住在不管是哪個道場 我們住在那個道場 我們住在那個道場 基本上你受用 有時候你會覺得不小心浪費 他們是多了什麼 讓常住有多個開銷 那其實我們自己生人也會怎樣 自己去投工合相啊 就是這個概念啊 因為畢竟這都是死方的也不是 我們其實都沒有所有權 我們就是你今天在這邊住 在這邊掛單 你就在這邊有受用 就是一個使用權而已啊 就是就是這個概念啊 所以這就是死方常住的 死方來死方去啊 好 那這個就是佛物的部分 那法物的部分同樣也是有四種 那其實你看喔 我們在講三寶的時候 有所謂的畫像三寶 這個你們有歸一的人 這個一定要清楚喔 我們三寶的種類 有所謂的畫像三寶 還有一個是助詞三寶 還有離體三寶 各位有沒有概念 什麼是畫像三寶 沒關係講講你們理解佛像好 還有什麼答案嗎 蛤 有佛像有經書啦 對 那是屬於你們現在講的好 你們現在的概念是停留在 你們現在看到的三寶的概念 顯像好 佛像 經書 聖人 這個叫做助詞三寶 那什麼叫畫像三寶 畫像啊 什麼叫畫像 法報畫三寶 有沒有 畫像的三寶是什麼的三寶 來 心靜法身 是 是 是 圓滿 報生 是 那 佛 千把一花生是誰 對 所以這個畫像三寶 就是指顯化在我們說佛世界 的三寶 那是什麼 那是畫像三寶的佛寶就是釋迦佛啦 那法寶呢 畫像的法寶是什麼 就是釋迦佛所說的這些法 就是像四弟 十二零元法 八正道 三十七道比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畫像的法寶 那你說畫像的身寶是什麼 就是佛的這些大弟子啊 身文弟子重啊 那就是屬於畫像 就是隨著釋迦摩利佛 這一期在收穫世界叫畫的 這個叫畫像三寶 那佛入滅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佛在不在世 不在世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住持三寶 佛入滅之後的就是佛像啊 結集起來的經書 還有什麼 依著佛的教書來修行的這些 身人身團 這個就是屬於住持三寶 那我們現在經驗到的都是屬於住持三寶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很重要的 叫禮體三寶 這個是什麼 答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 又叫做自信三寶 這就是我們要去清正的 也就是說 我們各一切眾生邊上都有的三寶 就是自信三寶 自信佛是什麼 絕 對 智慧正絕 那自信法寶是什麼 自信的佛寶是智慧正絕 法寶是什麼 法寶就是這個平等性 實相 你要正得的這個實相真理啊 這個就是法寶 然後深寶是什麼 清淨 就是你們剛才講的清淨 清淨圓融和諧 而且 何所的啊 何禁啊 六何禁有沒有 還有一個圓融 這個都是屬於自信的深寶 換句話說 我們每一個眾生 都會聚足這個智慧正絕 還有一個法性平等 這個法深的部分 還有你這個清淨 何禁 圓融的部分 這個就是屬於 離體三寶 如果有一天你開悟成道 明星見性 那個就是清淨 離體三寶 你自信本來具足的這個部分 三寶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三個三寶 有沒有內外的分別 外歸一 這兩個都是屬於對外的歸一 這個是自信的歸一 這樣理解嗎 如果我們心還在 我們還沒有明星見性 在生命之前 你有內外的區別 一切法都是外求的 這時候你的歸一 你就是停留在屬於 現象 因緣 緣起上的一個歸一 你要有緣一個對象 這個就是屬於歸一 畫像三寶 跟住持三寶的部分 那我們在受三歸一 其實受三歸一的時候 有個重點 就是慢慢要讓自己 在心心上的開發 達到一個實相的體鎮 這個就是屬於自信三寶的歸一 這個是自歸一 這個是真正的自歸一 約福壇經裡面講的 自信的歸一 所以歸一三寶這三個 大家要清楚 這個是一個基礎 也就是學習佛法的一個次第 當我們對於心性 對於實相還不了解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學法都是屬於外全的 那那個時候都是從現象作用上來講的 從事項上來講 那當你對於慢慢透過聽聞佛法 慢慢對於法生 對於實相 心性的明白跟開采 透過修行 去實踐那個空性 一個波倫的智慧 慢慢你對於實相 會有一個啟發跟覺悟 這個就是屬於自歸一 自信歸一三寶的部分 這個也是我們學習佛法 要不然從事項 從事修一直進入到禮觀的部分 所以歸一三寶也有事修跟禮觀 所以這前面這個是屬於歸一事項三寶 離體三寶 這是屬於禮觀的部分 實相的契入的部分 這個很重要 有理有事 這個一切法在 在學華言的時候就是有請知道 就是 禮就是禮實法界 那事項就是緣起因果 就是這樣 這個當初在講這個華言經的中序的時候 就是有提到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在講 剛剛講的佛物、法物 這個也都是從住持三寶的角度來講的 這個大家指導一下 也就是現存大家所原的的 這個顯像的這個善法 好 那這個法物的部分 那就是屬於屬於這個 你看三藏十二部 經書的部分 這裡的法物指的就是三藏十二部經典 那三藏是哪三藏大家知道嗎 經律論 十二部經 那十二部經就是屬於經典的這個 體財分類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住持法二寶的 這個法物的部分 它也有分為四類 跟剛剛是一樣的 有所謂的法壽用物 屬法物 供養物 跟憲法物 四種 好 那首先第一個 法壽用物 法壽用物也就是一切法寶 這個三藏十二部經書 它所受用的 好比什麼 你供這些經典的這些塔 還有殿堂 塔 都屬於這個法的壽用物 還有你莊經書的器具 你印經 莊經的這個器具 都是屬於這個部分 好比藏經樓有沒有 專門收藏這個佛教經歷論三藏的 還有法寶典籍的這個殿堂 都是屬於法壽用物 好比專門做為這個印經的 這個紫筆墨印刷機 好比金函 金函就是裝金的這個盒子 金架 金箱 金櫃 金櫥 金櫥 金架 金蓋 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法壽用物 君屬各該常住內的法壽用物 就好比這些一步一步的經典 那大鋪頭的這個法寶 都會有一個那個盒子 這個也就是特別訂做的 用來保存存放用的 這個都是屬於法壽用物 好那如果說像這些 法壽這些保存金書的這些盒子 箱子什麼的 我們就最好不要把他拿來 去裝其他的東西 有沒有裝報紙啊 裝其他的書籍啊 這些就是盡量去避免他 這個是屬於收用物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屬法物 那也就是這個屬於法寶 法物的這個 譬如說人家專款來供養經典印金啊 這些款項 那就是作為這個流通佛教三藏 經歷論三藏法法典籍的使用 那第三個供養物 那也就是跟剛剛講的這些 香花燈竹床帆這些種種法寶工具 你們就會專門去供養那些法寶經典 那這些跟佛的供養物一樣 就沒有受用過之前可以轉譯 可是一旦受用了之後 就是屬於佛或是法的供養物 就不能夠去轉譯他 不能去教育他 好那再來 現法物 那也就是飲食水果的這個部分 那跟前面講的這個現佛物是一樣的 好那這是屬於佛物跟法物 那再來講到一個生物的部分 這個是大家平常比較容易接觸 那其實如果佛物跟法物的話 在道場除非就說我們是執事人 譬如說我們有相登的執事 或是這些逝者的執事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接觸到 那如果或者是這類的義工的幫忙的時候 會有這些問題 那如果我們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教師父 這個就是這個原則 那這個生物呢 是屬於大家 其實你只要在道場 在這邊吃飯啊 或者是什麼 其實基本上就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一下 那生物呢 大分兩類 一個是常駐物 一個是現前物 這兩個類當中 它分一共也是分成四種 常駐物 它有分為常駐常駐 跟十方常駐 那現前物 它有分為現前現前 跟十方現前 所以一共有四類的一個生物的區別 好 那首先第一個 常駐常駐物 常駐物指的就是指 它就是這一個常駐 專用的 所以專屬所有是這個常駐 常駐 有人有人上一次有人就問說 那誰是常駐 那誰是常駐 你們覺得誰是常駐 常駐會不會改變 常駐 常駐本身不變 可是常駐裡頭住的人會變 這樣明白嗎 有一句話叫 鐵打的常駐 雲水生 流水生 這什麼概念 因為 生人 生人其實 你看像通常 那個大道場 他們生人的輪調制度 會比較明顯 像我說像佛光山 他們大概就是兩年 最後三年 他不會固定在一個地方 這什麼原因 對 這是要其實就是也是修行的一個環節 他就是不要你去執著那個 因為人久 在一起久了會有什麼 會有感情 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 久了之後 他就不再道場 有時候就自己 就結黨結派 會有這個問題 特別是 如果山頭越大的話 道場人越多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就是 他不太會去讓生人固定在一個地方 所以會有一個所謂 生血之士輪雕的這個部分 所以對生眾來 對一個道場來講 生人他其實是流動 這也就是無常 那為什麼叫鐵打的常柱 還叫做鐵打代表 他還是會有一個變化 可是他比人還穩定 相對比較穩定 那常柱就是說 基本上他就是十方眾生能夠聚集 能夠在這裡修道 能夠受用的一個環境 一個道場 這個叫常柱 那所以常柱常柱就是 永遠定住於一處不可分割的 也就是這裡面的東西 就是屬於這個常柱 道場用的 你看那個論點裡面 他就講 常柱常柱的體 體局當處 物通於界 換句話說這個常柱的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常柱裡面受用的 就是這樣子 那所有權就是猜到常柱的 但得受用不得分賣 所以常柱物基本上能夠受用的 就是住在這裡面的這個十方的 常柱眾生都可以來受用 今天只要你一旦來這個道場掛肝 你就是可以去受用這個常柱的 使用它 例如哪些就是寺院裡的殿堂 你可以看到的 院落房舍這些都是常柱常柱物 或是有的道場它比較大的 還有田的田園的 有山林的 還有遲早古堂的 還有人畜啊 這些種種財物 家具 臥具 這些衣備 鍋器 醫藥飲食 這些各種市產 有的道場很大 它會有農作物 那這些都是屬於每一個道場 它的山林產品農作 乃至土食 一草一葉 不得私人受用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的 來道場玩 他覺得好玩 然後他就看到這個 欸這個花很漂亮 結果怎麼樣 就偷摘回去了 有沒有 這就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他會覺得說 反正去外面公園看到 其實那也是不能這樣 我們草木啊 草木在綠典裡面 他有一個名稱 他叫做鬼神村 什麼叫鬼神村 對啊 他住在那裡啊 所以特別是 佛在綠庫就講 你樹高 一個人的高度以上的都有 都有 你看這些眾生無形 你看我們人 我們看到了 我們的人的眼界有限 我們只能經驗到我們的感 能通的部分 不通的地方有沒有啊 有啊 很多啊 所以這些草木啊 所以為什麼不能在 生草上大小便 綠裡面就有講 因為你鬼神 住在那裡 你就從他頭上這樣子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知道之後 我們一般就是比較盡量去避免 可是如果你真的外出 沒辦法之下 你就盡量就是 空地 盡量不要在那種草木上面 上廁所 然後 真的 不小心 就是你就是打個招呼 如果我今天 在這邊不小心放飯道 或得罪的地方 請包含 對不起 這樣子 就一定要打個招呼 這樣對自己比較好 這不是嚇大家 就是生命之間的一個尊重 可是如果說施肥呢 施肥基本上也是 施肥沒有 他就是肥料 他就是讓那個草木更 我知道 那個已經轉化性質了 就是你不要在上面大小便 你那個肥料是已經處理過的 你主要是要讓那個草木 旺盛一點 你種花這個修剪這個沒有關係 可是你們要記得一件事喔 這也是可以順帶一提 如果你今天要砍樹啊 要砍樹要修剪草木 如果像是我們像稻草里那個幼稚園旁邊不是有那個大樹嗎 我們要修剪之前要先跟那個樹講一下 因為裡頭有樹神的 主靈神啊這些人 他跟他們打個招呼一下 禮貌 我發現他住一住 然後突然間欸 怎麼今天 這一二樓不見了 我本來有樓中樓樓不見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喔 所以就是生命之間彼此互相尊重一下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長度長度 我們就不會到那個稻場或是 即使你到山林野外喔 有遇到這種像這種草木啊 樹木很大的那個都有魂 都有神在裡面啊 有靈啊有靈性的啊 對啊 蛤 所以那個那個小狗啊到草地上上射手 那個你沒有辦法 那個畜生他的那個就是他也是無忌嘛 你就是你要處理好啊 對啊 對啊 你生人你活著的人 你要知道怎麼處理就好 你鋪一個 對啊 你可以對啊 他如果要上廁所不然你就把一個 對啊 就是你要去想個辦法 這是誠意的問題 老師 那如果在寺廟地上看到那個漂亮的禮貌 是不是要送毛巫來 哈哈哈哈 不是 你們喔 那個漂亮的羽毛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他就跟你跟落葉是一樣的概念 那個就是當作一般的那個 垃圾把它燒起來 你羽毛你沒事不會去keep把它保存起來吧 對啊 對啊 對 就是說屬於這一個道場的啦 這個是叫常住物 這個都是屬於常住物 不得宜做別用或分割取用 那通常如果像剛剛你講那個問題 太多的時候 那就做另外太多的 那就生人要做結模 要自己的生團要開回來 處理這個這個東西 那通常原則上他就是不能一做別用 或分割取用 用自己自己私人去受用 那是不行的 所以換句話說你不能私底下 把常住常住隨意處分 譬如說把道場的佛像賣了 佛像太多了 把它把它賣賣掉 那有人拿來結圓 那個就另外結圓的做法 那個是要為了流通法寶佛寶 那個是另外的 那個不是屬於常住常住物的物 那你如果把道場的佛像給賣了 然後自己分錢 或者是把庫房裡的這些佐料啊 米麥菜葉啊 食材乾料香菇啊 拿幾朵回家 水果啊飲食啊 有的欸 你們不要笑 有的 有的人不知道 他就以為這樣子方便 全五行蹤就是拿了常住物 這個就是道常住 常住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要學習就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受用就是基本上 你如果今天你到道場來打板 吃飯這個大家是可以受用 這個沒有問題 那你說大殿殿堂它也是常住物 那你可以在這邊拜佛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不要說為了自己貪圖利益 就是把它拒為私有 這主要是自我們這個意圖 意信念的問題 自己覺得怎麼樣 所以在大殿當義功德 就要特別留意啊 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想法 去處分常住的東西 你怎麼樣都要去跟師父交代 跟當家師也好 這個大殿如果有點做直事的話 要講一下 要怎麼處理 不知道問一下就好 不要自己就是說 這個東西那麼多 然後這邊拿這邊拿這邊拿 這個問題 那除非就是師父有跟你們講說 叫你們去處理 不然就是基本上這些東西 不要自己自己想自己去分 自己去做 有的還我跟他比較好 我幫他拿留一個 那留一個不是拿大家出來分的給他 而是拿庫房裡的 那這個就會有問題 那以前有個人 綠典裡面就有講 有個人 跟常住借了 借了鹽巴 沒還 就忘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往生的時候 看到一個鹽山 一座鹽山 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有時候 那個綠典裡面有一些公案 就是蠻有意思的 其實他就是一個因果的問題 好 那再來 剛剛講的是常住常住物 那第二個 十方常住物 這個跟你們最有關係 這個十方常住物呢 就是屬於十方眾生的常住物 也就是依這個彈樂 供養人的心 他指定要供養十方生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包括 田地方者啊 這個也是齁 這個什麼例子齁 就是以前 你們唸阿彌陀經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唸到 奇數己孤獨元 就是奇佗太子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己孤獨長者 那他當初就是為了 休息這個布施 好 那善盡 用盡了他家的這個 金銀財寶 之財 買了黃金 鋪這個 奇佗太子的這個園林 把它給鋪滿 然後讓這個 奇佗太子也為之感動 那就發心捐了這個 園林裡的所有的樹林 所以這個叫奇數己孤獨元 是這樣來的 那一起呢 來供養佛陀 作為說法的地方 好 那那個時候 本來他的意思是怎樣 本來他的意思 他只要供釋迦佛一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釋迦佛我把我這個花園 布施給你 作為你獎金說法的地方 到場 好那時候釋迦佛就講 我們上個禮拜講 共生 師生的時候我們就講 你要供養佛一個 一定跟你說不好 你要供什麼 供生本 因為第一個 果在生素 而且你供師生 平等師的果報 功德很大 功德很大 所以這時候 釋迦佛就跟這個奇佗太子 就跟這個 長者 就跟他講 他就跟他說 你布施給我一個人 你這個地方 龍天 或是這些 他們能不能受用 他們只能把他當成塔 來恭敬禮拜 他們也不能得到利益 那你如果布施給一些 布施給十方的眾生 那大家來這邊都可以怎樣 都可以聽經文法 可以學佛修道 那你這個功德廣大 所以後來這個 己故讀長者 就怎麼樣 就聽從佛的這個勸戒 他就把這個奇數幾部讀元 就做義就是布施給十方眾生 所以這個就變成十方的長住物 就是你只要十方的僧人來到這裡 你都可以受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也是不能變賣做他用的 或是施人任用或是道用的 那可是十方常住物當中 有些是可以分的 哪些 就是剛才講的飲食 這十方常住物當中 有一些是可以分的 應該分的 這個叫十方生物 譬如哪些 就是生家日日共生長食 這個指的就是我們這個道場出家人 他每天從庫房裡 剛剛講的庫房裡的東西是屬於 常住常住物 可是今天你一旦從庫房裡 把你今天要準備的食材 從庫房取出來 指示人取出來之後 要準備作為食材做飯的共種的 拿出來之後經過打板 你看這裡 一名見地 這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要想說這是不是脊椎的椎嗎 為什麼念見地 這個就是在這個宋代元兆律師 他的四分率形式 超知識記裡面就有提到 他說經論裡面 你看到的是這兩個字 或者是叫做見錘 或是叫見錐 如字而乎 就是你如果照這個字面上去念它的話 念見錐 如果你這樣念的話 這個是泛音的而傳 也就是一個錯音的一個念法 唯獨生論正其嬰兒 今須陰錐為帝 必須要念見地 什麼叫見地 見地就是有聲 能夠發出聲音 能夠擊中的就叫做見地 所以你在那個特別是綠帳裡面 你會看到一名見地 體通十方 極屬供養十方 生之常住物 所以也就是我們把前面剛剛講的 常住常住物 你取來入於當日共生獻之飲食 也就是你從庫房裡面拿今天你要做的食材 拿出來準備共生用梗 早餐也好 午餐也好 這個是什麼 點座之飾 點座就是大寮的指飾人叫點座 從庫房裡把這些常住常住拿出來要共生的 料理好了 準備共生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入當日共生獻 然後你一經過打板 一名見地 這個就是我們通常在道場就是打板做相 這個打板是什麼意思 這邊跟大家說明 在寺院用災之前都必須要打板提升 他的道理就是說 他透過打板 來通告十方所有的出家人 你聽到這個板聲 你今天不管在哪裡 你只要能夠聽得到 你能夠來到這裡 你就能夠受用這個語詞 所以這個時候 你這些從庫房裡拿出來的東西 這些食材已經做好的 這些已經他的體已經從常住常住物 轉化成十方常住物 這個時候就是可以分的 跟剛剛的那個田園聚落不能分的那個 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就是屬於十方眾生能夠受用的 那飲食的體就是屬於十方常住物 那只要我們是這個出家的五種 這五種上次就講過了 比丘、比丘尼、士叉摩納、沙咪跟沙咪尼 都可以來受用 那你說那我居室怎麼辦 那我們通常是這樣 如果我們是居室近人的話 那只要在道場裡服務 或是我們有勞務、勞作、志願、義務工作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受用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受用 或者你剛好這一天你受持八關災戒 那你來道場 這也可以 因為八關災戒就是居室的出家戒 一日一夜的出家戒 那一樣是可以受用的 那你說那我如果不是我只是來想說 今天剛好有飯吃 有沒有 很多人也是這樣 那其實沒關係 就是剛才那個原則 你就是去供災就好 或是自己去投供、惹鄉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不是道場的服務人員或移工 那就是補貼多少補貼一點 那怎麼補貼法 就是你想想看我大概受用多少錢 你今天不要說你來道場吃飯 我們到外面吃飯 我們是不是也是要有一個對價 就是這樣 那道場當然不會說要你 因為十方來的 他也沒有什麼定價、對價的問題 那所以就是說 你就是自己 自己 那標準 建議就是寧多勿少 像我們自己生人自己也是 如果就是有時候覺得好像 最近好像輕損常駐多一點 那我們就自己去投供、惹鄉 就是這樣 是補貼常駐 供災或是投供的鄉 這樣就是可以的 這是屬於十方常駐 請問什麼是靖人 靖人就是住在廟裡面準備要學習出家的 叫做靖人 對 就是他屬於廟裡的小眾 在學習他還沒落靶 那就是準備要出家 再學習出家的一些規矩 還有學這些基本的這些 像如果你當 南廟裡當靖人的話 你就要開始慢慢去學一些戒律 基礎的居室的戒律都一定要學 深聞菩薩界這些要學 你才會知道怎麼在那個道場裡安住 你那個要在道場安住 你要有什麼樣的心態跟觀念 這個要知道 否則你就沒有辦法處理大眾事 那出家以前都要先做靖人 對 準備要出家的 他會有一個靖人的階段 就是他出家前的一個養成 養成的一個教育 讓他知道事理 事情事項要知道 你如果不懂不懂學戒法的話 你很多事情你沒辦法處理 就像你看如果你是直視人 你要了解這些東西 你才能夠平等的去做一個分配 否則你大眾事不好處理的 因為通常我們在家的時候 都是處理小眾 都是處理自己的事情 不會有大眾事的 那個天主教裡面有個修事 有個名稱叫修事 就現在花年的慈基也接受 也用一個修事 那個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你在佛教的典籍裡面 他就是叫做靖人 對 那個修事是屬於 應該是天主教的 對 可是實際把這個名字納進去 那那個沒有關係 那有時候他們隨俗 他們就 他們沒有用靖人 因為這些不一定要 他們這些修事不一定會落法 那靖人也沒有落法 對啊 靖人就是準備 準備階段 或者有的人他就是 有一種啊 叫師姑 你們都聽過 他就是因為他年紀很大 那他也 他也不出家 可是他就是住廟裡 那他也是要學靖人的這些啊 因為他還要幫生人去處理一些 像靖人都就是要去學生團運作的一些事情 他才能忽視這個道場 才能夠去跟著一起修行 否則有時候大眾生事要處理 他也不知道怎麼配合 就是會有這些問題 那有的道場就會特別給他一個名字 叫師姑 就是這樣子 那跟你剛才講那個修事 應該是有一個類似的一個狀況 因為都是沒有出家為落法的啊 然後住道場的啊 對啊 名字怎麼稱我們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可能甚至還有他 像大一點的道場 他還有居事的等級的 譬如說幾級幾級 他那個會有接次的啊 對啊 那那個我們就去不去評論 評論是什麼樣的一個階級的問題 因為那個是不同 跟他資歷有關係的啊 那他相對學的內容也有深淺的問題 就是這樣 就是總之來講就是 你住在一個道場 一個團體裡面 你就是要去學這些共住規約 跟你如何去遵守一個團體的一個 的一個規矩 就是這樣子 請說 對 你剛才講到這個石荒常住物 是 因為我師長在大聊幫忙 是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 狀況 對 是 你說很好奇 就幾個例子 嗯 有些時候在 在幫忙的時候呢 那 有些 有些東西有剩下來嘛 那有些師姐就說 哎呀這個多出來的 就帶回家去 那我手上也正好就接受 嗯 不是那個通常是這樣子的 就是 我們道場的處理方式是 因為我們人 人不多 身重人也不多 所以通常我們有時候就是 會給一些居士帶回去 所以這個你們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嚴格來講 我們自己有時候都自己去補貼長座 我們自己都投了功德響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也怕有一些過失的問題 然後去讓居士有這種莫名的一種 因果上的問題 然後我們 你現在特別我們當家法師他也是 戒律道場出來 他對這種東西非常的仔細跟小心的 所以說他會非常去注意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才剛才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如果不知道拿捏的時候 你們可以問當家師 他這個安排他會處理好 而且有些就是已經決定要共眾的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否則你放在我道場裡 我們幾個人消化不掉 那東西也是會壞掉 對 所以如果已經有決定要共眾的 記得一件事 因為有的居士他不知道 你們不要庫房的東西不要拿 你們只要不要拿庫房的東西 如果已經煮熟過 已經打板了 我們已經共眾的 那個沒有關係 那個就打包 就是讓大家帶回去 已經講好 那個要給大家帶回去 那個拿到沒有關係 可是不要從庫房裡拿 那個新的沒有煮的 不要說 我看到這個很漂亮 自己拿幾個 然後我看到這個再給你 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這個就是不要去拿那個新的 沒有煮的食材 乾料那些的 庫房裡 不要從庫房裡拿 有一些共眾的區域 我們那邊有分 然後冰箱上都有貼 貼說這個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用的 是這樣子 剛剛還還沒講完 他有時候譬如說 其實嚴格從綠裡面來講 過五之後 過五之後這個東西其實 他的體又變回藏住藏住物 也就是說他本來打板之後就是 因為生人是過不死 生人過不死 過不死的狀況就是說 我現在打板 你來到這裡的人你可以吃 可是一旦這個時間過五了 照理就不該吃了對不對 不該吃了 廚房就要處理 他就會把這個食材怎麼樣 整理好之後又放回庫房 有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在這裡 那關鍵就是在這裡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一個是就是說 其實就是已經拿出來東西 可是他不是要想要放回庫房裡的處理的 對 那個沒有關係的 對 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個有時候他弄完了之後會有剩菜 那就打算因為 那個已經做已經決定要給你們的 那個就沒有問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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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眾就回家了嘛 對 然後就把它收起來包一包 晚上再放回庫房 像Left Over這樣放進去 那放進去就是變成長住長住了 這個就不能再動 對通常會這樣 所以通常是什麼 所以通常是過五了之後 像我們生人自己也是啊 過五之後你受用的東西 是算我自己的啊 你了解我意思 譬如說我今天當然我們 譬如說當然 那常住的東西可能是會壞掉 我們要去消化它 所以我們會把它做一些處理 可是我們在處理的同時 我們自己還是會去補貼道場 你這樣明白我的意思嗎 因為這樣在因果上 我們比較不會有那個違反的問題跟過失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今天不是應該怎麼講 就是你不是應該去受用它的時候 你受用到你得到一點利潤或是獲益的話 你這時候就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餘因果上 你今天為什麼能夠受用到這個 不應該這個時候受用 或是不應該這時候得到的東西 那你就是餘理上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去做一個補貼 其實這樣就你不會有一個刮愛心啊 對啊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實那如果要簡單處理它 其實這樣會比較簡單 你就是去共災啊 就是這樣啊 我們的處理方式這樣 有時候像我們去買菜 有時候也是啊 那如果就是不要去清水長住啦 那個概念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死胞性是個共養 珍惜啊 今天不是包一包放回去 其實嚴格來講就是過五了 那個東西實時就已經是長住長住 對 那如果說已經講好 生團已經做節目 講好這個東西是要拿出來分給大眾的 那那個就是屬於就是要共眾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這裡 所以我們在冰箱上都還會貼 就有的人他因為病因緣的關係 他晚上要用鑰匙 所以為什麼到場過午不時他晚上他不叫晚餐 他就鑰匙 是這個原因啊 因為就要療治這個色身啊 所以你要把它當作我今天在吃這頓晚餐 我是療病香 要醫治我這個色身 所以我要受用這個飲食 那其實其實那個嚴格來講 他就是也是就是常住的東西啊 那其實就是比較好的方式 我們出家人就是會去補貼到場點這樣子 否則你自己出去外面買東西吃 你是不是也是要花錢去買 就是這個概念啊 你不要說我方便我住道場裡啊 你去想一個問題就好 我今天我從事件的角度來看 我今天吃這堆飯我就是要給人家錢嘛 就是這樣子啊 你不要說我住道場我就佔常住的便宜 就是這個概念嘛 其實那就是一個信念的問題啊 就不會有這個過世了 受用是在合理的時間因緣上 你得到受用 過五千 基本上打板之後要受用都沒有問題的 都不會有問題的 好 所以你剛剛是不是還有誰舉手 我們也看到 王師姐嗎 你剛剛 有人叫我師兄嗎 你們不要 是這樣子的 出家之後 因為就是你要學習離那個分別心嘛 所以出家之後就是所謂現大當父相 所以我們就是不會去稱人家師姐或師妹 也不會講教師弟 所以你們 你們武俠小時候才有這種師姐師妹師弟的稱呼 通常你在佛門道場裡啊 出家人彼此之間都是教師兄 那關係就是師兄弟嘛 那會有兄弟的關係就是 依到他的出家年啊 去決定他是長幼次序的問題 那可是通常你尊稱對方 你一定會說 欸師兄 啊你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什麼 你通常你不會 叫人家師弟 那是一個尊稱 他更不可能去稱為師姐師妹 那居士的話就會有師姐跟師兄的稱呼 那古代嘛 那是近代 現代就是怎麼講 就是現代的僧團 教團啊 現在已經不是僧團的問題了 如果有七眾弟子的話 應該很多人就叫做教團了 有沒有 台灣其實很多教團嘛 那僧團是屬於僧人的這個部分 那你教團就會有居士的問題嘛 那這時候你他就會有產生的 你看師姑也有嘛 那就是稱呼問題 所以就是這樣子 男的我們就叫師兄 女的就叫師姐 或是有人寫這個結 都可以啦 那就沒有師弟師妹了 因為你要尊稱人家 你就是兄長 這是一個尊稱啊 那我怎麼會師兄呢 不是啊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習慣 有的道場 他就是不管你在家出家 他都叫你師兄 他就是不稱女性的這個稱呼 所以你這個就是你要入鄉水俗啊 你今天看你在哪個道場 你就怎麼順應那個道場稱呼啊 就是這樣 那有的不是古代 就是比較早期 教團就是說傳統佛教 一般我們稱信徒 我們會稱什麼 居士 對我們會稱居士 這個師兄師姐 是因為後來有教團之後 才有這個稱呼的 那通常我們在家的就稱居士 就是這樣而已啊 就是 又佛色又佛影 這個稱為居士 就是這樣 所以通常你稱呼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有的人來道場不知道什麼稱呼 什麼師弟師妹 都跑出來了 就是最多是師兄師姐這樣子 或是菩薩 或是居士 王居士 王居士 靈居士 臣居士 這個稱呼是可以的 那老菩薩 我們有時候會稱他老菩薩 這也是一個尊稱 通常菩薩就是你要受菩薩 藉發菩提心的人 在教菩薩 這有時候就是一個尊稱 因為大家都有菩提種 好這個提一下 附帶提一下 好所以這個呢 打板急身的道理是在這裡 他就是讓這個常駐常駐物的體 變成十方常駐物 可得受用的一個狀況 可以分時的受用 所以如果道場寺院用在前不打板 然後這個問題就嚴重 那是什麼問題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通告十方 關起門來自己吃 這個就是 所以道場為什麼用在一定要打板 就是這個問題 他會有這個常駐物體的轉化的問題 好那所以剛剛講的是屬於 常駐常駐跟十方常駐 這常駐物 那現在講現前物 現前現前物跟十方現前物 首先第一個現前現前物 這個就是屬於 身得失物啊 也就是什麼叫身得失物 就是要不失給這一處的生人來受用的 這個叫現前現前物 也就是現前生可以來分的 現前生可以分的供養物 好比哪些 雖然我們彈月 故事事事供養 哪事事 衣服 飲食 惡具 衣藥 對 這個叫事事供養 故事生人的 如果彈月 心裡面想要以這四種東西 還有甚至是供養錢財 另外 供養這個道場出家人 這個就是 這個東西就叫做現前現前物 也就是供養當處現前的眾生 那就是要由現前的這個生人來分 平均分 而不是大小 大小分 倘若這個東西不夠分怎麼辦 東西不夠分就是要按戒辣 就是按次第去取 男女眾都一樣 那通常男眾道場有男眾處理 女眾道場有女眾處理 這樣方式 那現前現前物 如果人不在現前 那就沒有沒有得分 在現前現場的才有 那通常通常是這樣 通常那個居士來 通常來事務處 他都是會直接問 問說這道場裡現在有幾個生 那他就布施幾分供養 這樣子也可以 那這個東西也就是現前現前物 那你說有時候有課生 課生怎麼辦 課生現前現前物就是要算課生一份 就是今天你只要住在這個道場裡 大家都要有這一份 是這樣子的 請問請問試差摩納是什麼 試差摩納就是學法尼 這個學大尼的法 他就是介於沙咪尼跟比丘尼中間的一個階段 如果是比丘就沒有試差摩納 對 這個試差摩納他其實 上次有講過他兩年的時間 那嚴格來講是兩下 兩個安居 那大概一年多就可以完成這個學法 他要學一些比丘尼的微系的部分 就是說在他還沒有變成比丘尼 還沒有受比丘尼當界之前 他要先學比丘尼的這些行法 然後來知道他說 他當他受了巨族界之後成為比丘尼之後 他應該要有一個心理的一個準備 身心的一個調適 那他會有一年多的時間 最快兩下就是一年多 那在古代治這個試差摩納戒的一個用意 就是身心的一個勘驗 一個身就是驗看你有沒有孕 有的人是在外面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突然跑來出家 結果出家之後懷孕 那你到場會有疾險的問題 一個是驗身 一個是心 就是說你的心意志 夠不夠堅定來受這個比丘尼的大劫 會有這個規範 這個叫做四叉尼的一個階段 他就是介於撒咪尼跟比丘尼中間的一個過程 準備去受巨族界 所以尼正出家相對 他比較需要一個長的時間去調適 所以等到我們再往下講 你去看這個受菩薩的居室界 你就從優伯社界經裡面來看 他會有一個次第 包括家屬聽不聽你去受 然後再來就是你沒有遮難 然後再來他還要有時間 還要在生團裡面得到大眾的同意 你看從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 就是當一個人他要放心出家的這個過程 其實他是需要一個時間去培養他的那個道心 跟他的那種堅定 否則有的特別女眾 男眾就是還比較果決 女眾有時候三心惡意 身心有時候是不堪去受這個出家修行的一個 就是喜氣的問題 這個就是為什麼女眾會多了一個視差你 學六法學兩百九十二個心法 這個關鍵就是你要調適身心到了一個 可以去受戒的一個轉方 那通常你也不是一出家就讓你受戒 就是通常我們是這樣 就是出家之後先落法 落法之後擇期再受撒密尼 就是撒密尼界就所謂的原定 然後受撒密尼界之後 他要有受視差你界 讓你去學這個成為避兆你之前你要學的這些內容 然後等到通常就是受了撒密尼界之後 要學戒通常五下就是五個安居 五個下安居 通常就是三到五年的時間 那你就是去進一步 如果生團結末可以 那就進一步再去受巨族界 就是這樣 那巨族界就是有三壇 一般講三壇大界 就是撒密撒密尼界是初壇 第二壇就是受比丘尼界 比丘尼界就是所謂的巨族界 那第三壇就是所謂的菩薩界 那其實嚴格來講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可以分開來的 那只是後來就是近代的這個界壇 他為了方便大家 他就是會有一個三壇大界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你從律部來講 嚴格來講就是要有個次第 特別身文界的部分 他是要有個次第的 菩薩界他有所謂頓立的問題 頓立的部分 像凡網經 菩薩依後本願經 這個上次跟他講出頓立界的部分 你可以直受菩薩界 可是身文界法 他是要有個次第性的 就是你要居室有居室的學習 那你要出家 你要出家的一個次第跟過程 你受界也是同樣的道理 你先受撒密尼界 受視察尼界 那視察尼界就是兩下你不犯 不違犯 然後居室了 那你就怎麼樣 你就去禁受比丘尼界 進一步受居室界 受了居室界之後 他同時受菩薩界 菩薩界就沒有時間的這個先後問題 對 是身文界才有這個次第的問題 這是屬於三壇的部分 那視察尼就是在 撒密尼跟比丘尼中間的一個 身文界的一個次第過程 有一個戒法 特別為女眾而有的 就是一個身心的一個安定 能不能看受這個出家戒法的一個考驗 好 再來我們第四個就是十方獻錢 獻錢物的第二種 是屬於十方的獻錢物 什麼叫十方獻錢物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王五重物 王五重物是什麼 王就是已經過世的 五重是哪五重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那五重 就出家五重 已經過世的出家五重的東西 這個就是屬於十方獻錢物 那所謂的十方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只要是十方的一定要怎麼樣 你要分的時候一定要打吧 剛剛的飲食也是 你從常住常住物取出來 要給十方眾生受用的時候 也是要經過打板坐向去轉化 他東西的一個體 那這裡現前物也是 這個出家五重 一旦他往生過世了之後 他這個東西他就會轉體 就會轉成十方 也就是說 因為他本來你今天一個人出家 一個人在道場你出家 你受用這個東西 反而就是屬於十方的 所以當你哪一天你走了之後 那這個東西 他的體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十方的東西 其實就是常住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分給其他的生眾 來受用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是要透過打板 跟剛剛那個飲食要受用時 通常的概念 從常住裡面 要分給十方的時候 你就是要打板的 要生團來做解膜 那就是屬於生人 眾生可以來分的 的物品 那這邊你又可以看到 他有分重物跟輕物 那重物的話 就是可以歸 就是基本上就是歸常住 就是他就是常住物 成為常住常住物 那輕物的話 什麼叫輕物啊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世事啊 世事供養 那個世事通常就是指了輕物 就好比就是衣物啊 握具医藥飲食這些東西 如果他留下這些東西 那重物歸常住 輕物就是給現前生人打板 來把他看誰有需要的 把他給現前的其他生人來受用 現前結膜得分 那如果在未做結膜之前 如果有人拿了這個東西 那就是從死方眾生當中 去結這個 結這個倒罪的 那你做結膜 你拿了人家的東西 那就是從現前做結膜之後 誰的 那你就是跟他結了一個倒罪 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補充 我們就是說出家五眾啊 比丘比丘寧 士叉摩納 沙咪沙咪沙咪尼 往生之後所遺留下來的各遺物啊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由生團 來做結膜 打板 集生做結膜來處理 絕對不能拿回自己的俗家 跟不能隨便給在家居室 所以如果說你們 你們自己有家屬家人是出家人 或者是說 你有姻緣去拿到一個已經過世的人 出家人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們就是稍微知道一下 就這個東西的體本來就是什麼 十方的 因為生忍受的東西 他絕對不是他個人的 你不是說我今天跟這個師父很好 這師父給我很多很多東西 往生之後你又覺得說 這個東西應該也是我的 好不是這樣子 這個大家要有這個觀念 因為本來出家人你受用十方的 這個也沒有什麼東西叫做你所有 你要破這個子取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所以就更不可能去隨便給在家居室 為什麼 這邊講到一個道理 因為我們在家人 非福田 什麼叫福田 福田生有聽過嗎 為什麼生人叫福田生 為什麼能夠做福田 為什麼能夠做福田 不是因為衣服的關係 那現在外面隨便一個人穿一個袈裟 就可以做福田生嗎 不是的 這個山是有講到 為什麼災生的功德大 因為他受學的是無肉的界定會三學 所以他有出世的功德 關鍵在這裡 那我們出家人 因為還在這種世俗的這種煩惱 習氣的糾纏 所以為什麼在家人非福田的原因在這裡 而不堪納受出家人的生物啊 正因為生家一粒一絲 一米一麥 都是彈月啊 這些護法居士 他以清淨心 要護施給出家的修道人的 所以亡五物的體啊 他是屬於十方的生物 那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如果說出家的生眾他往生了 那如果我們能夠幫他靈法的來分這個 身後的東西 那這個對於生亡靈的功德也很大 你等於就是幫他供養十方眾生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價值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這個 如果我們有家屬是出家人的 像台灣有時候有前一陣子我們沒有聽到 有一些新聞就是有一些金色啊 台灣很多想想小金色 那那種小金色他本來的人眾就不多 那如果遇到他又有信徒慢慢多了之後 然後他那個本來那個注重法師 他有他的家屬 那法師過世了之後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這家屬跳出來去跟 對就是會這個遺產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跟那個醫療簽署是 是有關係的 像在台灣他並沒有為這個像出家人 或是修道人有一個專門的一個法令 就是說 因為他的繼承也是跟著民法的親屬繼承去走 那你醫療 身後像醫療的那個處理啊 他牽制的都是誰啊 也是都是家屬啊 所以就是會有這個問題就是說 道場的人就不好處理事情 那其實生人往生或是他遇到事情之後 是誰要去處理 常住要處理啊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人有一些官員就覺得說 怕說那個出家如果有家人出家 怕擔心他又病了什麼 其實都不用擔心的 那其實是誰要負責 常住要負責 如果今天這個人在這邊發心 當他要終老的時候 這個都是常住要照顧的啊 所以出家有出家的一個制度 這個是確定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家的居室 如果有姻緣我們的眷屬 有人是屬於出家人 那這個部分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就尊重道場 尊重常住的安排跟決定 讓我們盡量配合就是這樣 不要想說這個是我媽 這個是我姐 這個是我哥我弟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那種 那其實從他 從我們每個人出家人 一出家那一天開始 你受用的根本也不是家裡的啊 就是十方的啊 你即使是你家人還供養不是 那個你也要把他當成他去供養十方眾生的 那不是共我一個人 那你這樣才能破我子啊 不是你出家 然後自己想法那麼多 就說這是我的 這居室是供養我的 如果越多這種想法 那就沒有辦法 好好在這個道場安住 你就久了 就一直在這種現象當中 在這種名利是非心當中 這就很辛苦 對啊 這個就是 那我們自己做居室 自己要知道那個分寸 有時候我們跟法師比較親近的 這個也是自己彼此要 有一個拿捏 常常要去記得 不要別別重 不要別重 像我們上次講不要別寢 這個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要慢慢去訓練自己的那個 無分別心 不要那麼多好物的這個分別 這個在我們自己本身的修法的過世上會少一些 相對你的福田 你的也會大一點 那所以道場的僧人 還有信師 如果都能像這樣如法如律 日常生活當中逢源 每件事情都這樣去授辭的話 那就是真的叫功不堂倦 那才就是有福德的 那我們這邊來舉幾個例子 在法障大師的這個 範網經菩薩戒本書裡面 他就提到 就剛才講道生物 那這邊講道生物的例子 他就講說 然後迦瑟弘時期啊 有一個比丘啊 他在田裡面行走 那田裡面行走之後 見到這個古物長得很好啊 他就怎麼樣 他就取七立古 安卓寶中 他嘴巴自己嘴巴裡面去嘗嘗看 結果他的果報是什麼 生舵牛生啊 以他的生力 血肉去償還這個道 竊道的這個因果 那大師做的裡面啊 這龍術菩薩也有提到 他說 以道五六立肅故啊 後受什麼 牛洗 五百生以 修道得阿羅漢 由四牛濕 什麼叫牛濕 牛濕就是 你們知道牛會反鋪 就是他吃下去的東西之後 他過一陣子 他又跑出來 嘴巴這裡 然後他又繼續搖一搖 然後再吞下去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牛的一個習性 所以就是說 過去啊 他的因地修行之前 他曾經偷到這個三寶物 特別就是這個 就是剛才講的古物啊 那他後來 受這個牛的身形 五百世喔 那後來他脫離這個牛的這個豹了之後 他就修道 然後乃至得阿羅漢國 可是他還有這種狀況 就是他還有反鋪的狀況 像牛一樣的這種 這個叫做等流啊 等流果啊 上次講這個真上等流 有講到喔 所以這個比丘他就是誰啊 他就是我們阿彌陀經裡面的 有沒有一個叫喬犯波提的 他就是叫做牛斯比丘 他的過去就是曾經到這個三寶物 然後受五百世的牛 牛型的國報 牛的國報 後來出家修道德阿羅漢 還有這種牛的這種習氣 會反鋪 那喬犯波提 他這個翻成牛斯 在大不都論裡面 那在五量壽經裡面 他又叫做牛亡比丘 在真意阿含經裡面 他叫牛姬比丘 有不同的翻譯 可是指的都是指交半波提 這個大家知道 這個蠻有意思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清代的這個 書域律師他的 半亡經菩薩戒出經裡面 他就記載到 他說有典籍裡面 長春如 這個是 在律部都會看到這個典籍 應該是宋代的一個著作 那他這邊就有提到 道長柱一文前 一日一夜 掌曆三分七里 也就是像曆席這樣子 所以剛剛不是講說 他那個律部也有記載 有一個人他跟長柱拿了岩巴 然後結果他往生的時候看到自己做岩山 他也是這樣的概念 會長力型的 然後第二日立上長力 立上長力 來是做牛馬長環 若一文入長柱 所以相反的 你今天如果供養長柱 你做這個善業功德 一日一夜 掌浮背上 好 那關佛三昧經裡面 就提到 道長柱物者 過於殺八萬四千婦母 那你看我們之前講 為什麼道生物的罪業中 因為他的對勁是十包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他這裡為什麼會講說 道長柱物啊 就等於你殺八萬四千 換句話說就是無量 八萬四千 你如果在經典裡 看到八萬四千 意思就是無量 八萬四千法門 也就是無量法門 那你對勁如果是十包的話 那就是無量 沒有辦法算 就等於殺無量父母的罪 那方等經華聚菩薩 這上次也有講 他說五力四重啊 我亦能救 為道生物我不能救啊 那這個 《諸經要集》裡面就有提到 何故道用生物最偏重啊 爺 為什麼呢 為什麼道生物最重 他這邊就有回答 施主本師一毫一利啊 你共十包 共眾生的 凡聖眾生的 見地一響 俠爾同文啊 俠爾是遠近的 遠近都聽得到 那凡聖受用 聖凡受用 聚成道業啊 但他們成就修到 這是出世間無肉的功德 成就 明知失足啊 這什麼意思 就是彈樂會獲得這一份的功德的 德福無邊啊 那換句話說 既然從功德邊上來講 是無量的利益 那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罪惡上 罪惡上 到 殺到淫王 這些 你對象如果是 這些對象的話 那招善既多啊 獲罪您少爺啊 就是那既然國報功德是大的 那你的罪業相對也是重的 所以說 凡常住 一茶 一米 一分 一禮啊 都是師主為了求福德 行布施 供養三寶的 不要私用 那罪乎因果啊 了然 執掌 為什麼 先勝後賢啊 後勝苦口丁敏啊 就是三寶門中 就是要警方這個盜戒 因為比較容易犯到 眾有挪移借用 以藏就短 你說我這個比較好啊 那個比較不好 我換一下 不是這個問題 那個東西本來就是 藏嘴 本來就是三寶物 本來就是生物 必須要白種 要跟知識人溝通 要做什麼 或者後來補償 這個不不明犯到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留意的 好 那這個就是跟大家補充這個 三寶物 還有這個生物的這個內容 其實慢慢喔 這是一個種子啊 你不要說我現在 反正我 我是居士 這是一個種子 菩薩界也是一個種子的訊息 你現在這輩子有因緣 親近道場 學習這個出家人 的一個前行 還有學習這個菩薩界界法 這個慢慢你會在你的生命當中 落下一個親近的出世的一個種子 未來哪一輩子成熟不知道 如果我們福得大一點的 那你很有可能 如果你縣世你又發願 有可能這輩子就出家了 一定 好 看姻緣 對 所以 沒有人錯 我可以啊 就是做小眾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 蛤 師姑 師姑 可以做盡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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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姑 對啊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一個種子 對啊 如果有因緣 我覺得嘗試一下滿好的 對 就是看大家的福得因緣 師傅今天這個對自己的有很有啟發性 很有傾聽性 對啊 就是要去學習才會知道 反正有的人來道場 前幾天我還看到一個人 他來了 我們那個玫瑰花那麼漂亮 他就直接把他摘起來 摘起來 然後他還這樣子 他很享受那種感覺 然後他在那邊享受一下 然後結果後來 我跟瑞就跑出去 我說 就在災堂外面啊 早上我們在吃飯啊 那個印度人 然後那個人看到他有點嚇到 然後他還問我們說 這個是不是叫十塊錢 對 這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 就跟你說印度人 所以喔 就是說 有時候是不知道 有時候真的是不知道 來 有沒有什麼大驚小怪 世間 印度人啊 真的 不是說人 這不是discriment的人講 那次我去那個印度 去佛梁加耶 很多人去那個古執 那個佛以前講禁的地方 然後呢 就把那個金柏 金柏 鐵金柏 貼金柏 貼金柏 然後把他割下來 他不割下來 你看啊 這是佛的受用物 有沒有 你現在看你就知道很清楚 你們印度這麼貧窮 對啊 那個東西你都可能 可以刮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佛要出事在印度 呵呵呵 真的啊 真的 你看到他們這個 你一邊在天 釋迦佛的悲心 就是他要去救助苦難 跟地藏無詐一樣 哪裡苦難多 他就越往哪裡 金柏啊 那個刮下來很多 他還是可以去賣錢的 對啊 你看那個緬甸那個大金塔 還有那個風洞石 他那個金柏都是厚厚厚的 就是一層一層就貼一層一層貼 那個已經都貼到厚起來了 別多人就是去道啊 所以為什麼你看那個綠裡面有些 真的就是地方風情 人文風情的問題啊 在那個時候就有那個狀況 所以你看綠裡面 他有寫 就絕對是佛事時期有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綠是誰 身文戒法是誰犯隨自 什麼叫隨犯隨自 身文戒法都是隨犯隨自的 對 有人犯財利 沒有人犯佛不會去制定 為什麼 會有積險的問題啊 所以身文戒他當初 為了規範這個身文的弟子 跟著佛出家這些弟子 他今天會有這個營戒 就是他的比丘裡面 你看那個戒經裡面 這個叫廣教戒 還有一種叫略教戒 過去的七佛 你從戒經上看 過去七佛 有些佛他只制略教戒 略教戒就是 無視生 那些人他不會去違反 身口義的過失 所以怎麼樣 所以不需要那麼多廣界 那麼多的條文 去規範那些修行人 所以當初 當初釋迦佛他在成道 他在收生團 收弟子的時候 前面的十二年啊 其實是什麼 是略教戒 十二年中 為無視生說略教戒 就是那時候的人 他不會違反身口義的過失 他指比較好 他指比較好 對 他沒有那麼多煩惱 那後來為什麼會有廣教戒 就是後來開始啊 他的比丘裡面就有人開始 有人怎麼樣 犯了一戒 然後犯了偷盜 然後犯了殺 犯了什麼 就是種種的這些問題 後來他就是什麼 隨犯隨志 就是隨是什麼樣的因緣 現前了 有制定戒律的因緣 這個時候才開始廣教戒 的一個制定 然後這個叫廣教戒 那過去七佛 有些佛他只自略教戒 那釋迦佛的前十二年 他其實剛剛也是略教戒的 因為那時候 生人不會有 身口義三頁的過失跟違反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這樣明白嗎 所以就是你在 你如果看有些經論上 你會看到這些制的 那這邊就是居士可以了解 這個沒有問題 如果說這個共有的時候 是說共有三項 是不是全部都可 對對 這個就是一個方便的問題 像我們的功德相 我們的功德相 就是我們自己有做節目 我們有講好 就是叫三保隨用 也就是說今天 只要你們投公德相進去 到我們的道場 我們的這個的名字專款 就叫做三保隨用 也就是佛法生物 有需要我們就會拿這個功德相 裡面的錢去購買 是這個概念 所以不會有 就不會有戒律上的這個專款 就是佛物流做法物 做生物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道場的功德相 只要你們放在功德相裡面的 所以為什麼常常有人說 師父這個要供養 我是說你去丟功德相 有沒有 是這個道理 是有原因的 不是說師父不收你們的供養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怎麼樣讓他更 不會有後一陣 是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最好就是 你們去功德相 你們也會慢慢有一個平等心 你們不會去簡別說 我要供這個師父 如果有的人會來到場 他會這樣 他會特別就是要供某個人 因為這個問題 那這個我們通常就是 托功德相 然後做賞寶水泳 就是有需要佛法生物 你們就用功德相的同項去供 就是這樣子 像譬如說我們能買的水果 這些也都是從功德相裡面的 這些花果的錢 就是從這裡面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 後來我們來了之後 我們就沒有那麼多專項的功德相任 我們以前就是有 供花、供國什麼 專款的那個部分 那如果你那個部分 你變成說你全部就要消化掉 你如果說你這筆款箱是做供花的 那你就要全部這個款箱拿去供花 因為人家的做意是 我今天要修這個福德 我要供花 那你有時候花還好 因為花比較貴 他會有可能就是 還要到場都cover出來的錢 可是有時候你 有些東西你買不了那麼多 你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人家供了很多供國的錢 可是你水果你再怎麼樣 你就是幾個 結果你多出來怎麼辦 你就沒有辦法去消化這個錢 那你如果今天不小心 把這一筆孔箱拿去做別的用途 那你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三寶物挪用互用的物 所以說後來我們下面的那個那個紅色牌位 後來都現在都供養三寶 因為就是三寶水用 這樣比較好處理也 比較不會有過失 否則你就 比較靈活 比較不會有過失 比較不會有過失 對呀 靈活也可以講 可是就是比較不會有過失 否則你就一定要去供化 一定要去供那個果 你要到你要多到那個錢的量 你這樣才不會有復用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有時候就是 所以說有時候就是要學習 否則你不知道這些中間的一個區別在哪裡 好 好 那我們繼續講 我們三寺講到這個 優活色戒經的這個遮難 我們看一下這個優活色戒經 就是佛為善生長者講的一個大聲優活色的經典 好 那這個 他也是大聲戒法當中 比較難受得的一個見字戒 這個見字戒跟 見立戒跟頓立戒 我們之前講的 那優活色戒經跟一些 一些戒本 都是屬於見立的部分 那在優活色戒經裡面 他規定授戒錢 就是你要先四地供養六方 好 這個之前講的也就是 我們的父母師長 妻子 善知識奴婢 還有出家道人 佛羅們 這個早期在印度的社會環境 佛羅其實在跟 優活色在教戒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提到這個 世間倫常的這個照顧 好 那你要受發心受這個出世 特別是菩薩大聖的這個見法的時候 你在這個世間倫常的部分 你也要能夠有這個菩薩的心去對待他們 給他們一個安頓 那再來就是問九種遮難 那包括家屬聽不聽你受這個大聖誡 欠他人在身心有病的狀況 還有就是破出家人的清淨犯恨 做無利重罪的 道法賊助 這個我們上次都講過 然後性別難辯 就是會引發一些生團 修道上的一個困難的 或者是說殺害發菩提心的人 叫做殺道行人 還有道生物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再來 兩舌二口會挑撥力尖的 六心行靈 這個眾前眾眾望語的 有這些狀況 提供有九種遮難 若犯其一便不能受大聖誡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 身文的戒法自律的這個部分 都還沒有辦法有一個把持 所以在你發一個大聖誡 去利益重生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會有一點障礙 很困難 然後再來問遮難 假設你這些遮難都沒有的話 那你在受這個六中二十八卿的這個 如果社界之前呢 你必須要先三規五界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建立界的一個次第 身文的次第問題 居士修學的次第 必須要先三規一 受十五界 那這個 如果你們有聽過 匯律法師 台灣有匯律法師嗎 他們也是就是南普陀 學界道場的出來的法師 那他們就 他有提到說 其實他建議 居士的受界次第 比較好的 因為其實這個是要看根基 根基人的一個修受學的問題 有時候不是快慢 有的人就急著一直要去趕快受界 像以前 像之前有幾位居士也是來就問說 師父什麼時候傳界什麼的 那當然我們有在規劃 可是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最好他要有一個 聽聞佛法 還有對一個 居士修持受界的一個次第 那上次那個匯律法師他就有提到 他就提到說比較理想的 就是你修學 受學佛法 你剛開始就是三規一 那三規一之後 什麼時間點適合受五界 他就說最好就是規一後五年 你在這五年當中 就好比你莎咪出家之後 你要五下學界 然後去學這些道場的規矩什麼的 遺制 然後再來就是才去受巨祖結 那那個居士也是這樣的一個次第 就是你先三規一 規一之後你開始學法 學法慢慢對這些禮事 慢慢知道了之後 進一步去受五界 那受了五界之後呢 再五年的時間 你好好把這個五界給受死 不要急著馬上去受菩薩結 否則你五界你身文的這個部分 次第性都還沒有穩固 你就一直急著要 當然有的人是發菩薩心腸那沒有錯 可是就是說 在我們修學佛法的過程當中 落實是很重要的 特別自律的部分 因為你菩薩界三聚境界 你這個身文的部分 是屬於什麼 諸二莫作 社律儀的部分 這個都是從三規五界來的 假設你這個基礎沒有 你三聚境界怎麼清淨怎麼圓滿 所以你就慢慢來 你就是受三規之後五界 五界之後過一段時間 有的人快慢跟氣不同 有的人快一點 那或許他可以 如果都可以受死的很好的話 五界的部分 那你再進一步 去受菩薩界 最好最好就是 五年到十年中間 受完五界之後 去受菩薩界 這是最理想的 這是最理想的 那可是另外現在有的時候是 也鼓勵這個出發心的菩薩 所以有時候就會 有些方便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這邊也比較遠 如果你在台灣 最好要按這個次第 因為你隨時要受戒 隨時都用街場開戒 就沒有這種因緣的問題 可是你確實在美國像這種 佛法比較少的地方 它就是會有因緣性的問題 那有時候就是為了方便 先受了 然後再去受持 這個就是大家要斟酌一下 好所以說 這個優惑色界經裡面 其實它就是很嚴格的建立 劍刺的一個次第 他必須要先受三規五戒 而且你受了三規五戒 受了五戒之後 他必須要六個月的觀察 在哪裡 在二十個比丘僧當中 得到結魔法 秉受 同意你受 哇這不是出家耶 這是受菩薩界 對啊你看這個優惑色界經裡面 就是嚴格的 可見這個就是 不是不分品類 所以都是可以去受得的一個大聖界 可是它是有一個次第性的 那你說為什麼那麼嚴格 這個優惑色界經的受界品裡面 他就提到 他說 善男子優惑色界 極為聖難 很難 何以乎為什麼 世界人為沙咪十界 大比丘界乃至菩薩界 乃至阿尼奧多羅善妙三土地界 阿尼奧多羅善妙三土地界 阿尼奧多羅善妙三土地是什麼 無上正能正確 就是佛嘛 佛道的成就 都是以什麼做根本 以優惑色 以居士界 簡單來講 就是以你的三規五界做根本 何來做根本的 至心受持優惑色界 則能獲得儒士等界的無量利益 換句話說 如果你沒有這個優惑色界 就是在三規五界之上有一個大聖的發行 這個叫優惑色界 我們往後會跟大家講 這個優惑色界 他其實 嚴格來講 他還不是完整的菩薩界 為什麼 因為他你從條目上來看 他並沒有凡網經跟一些戒經的那麼完整 所以他只能說是在家的五界 再加上 其實在家 他六種就是有兩個 一個是菇九 菇九就是九的買賣 第二個就是說四種過 他就只有多這兩個 是屬於重界的部分 那其實嚴格來講 他沒有辦法涵蓋真的像凡網經 或是因若本業經 或者是於歇斯理論界禮裡面的 菩薩地界禮裡面的那麼廣泛的三句境界 所以聖言法治在他的副作裡面 他就提到 他就說優惑色界經 其實他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居士的大聖界 他其實就是要讓你去發一個菩提心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用意 所以他的次第非常明顯 還要你按照這步驟來 那如果你真的要受菩薩界的話 那就是要再進一步 就去往那個與且戒肥的那個部分 或是乃至凡網經的 那可是你如果受凡網經 基本上你就是跟出家人一樣 因為凡網經裡的菩薩界 他是自不贏的 不是自邪贏的 所以這個大家要清楚 凡網經的就基本上就是菩薩的作為 這個我們繼續跟大家講那個差別在哪裡 所以這邊就提到說 為什麼優惑色界經 可能勢力那麼分明 那麼難 他就是因為這個大聖的居士界 他是能夠成為出家的沙伊什界 乃至比丘生文界 乃至菩薩界 乃至直至成佛的一個根本 所以自心來受此的話 能夠得到他那個根本的利益 乃至你未來受界的無良利益 好 那我們接著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說 這是兩個系統 這兩個系統的綠點 他有比較大的三個差別 哪兩個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跟大家講的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這個 頓立 對頓立跟見立的兩個系統 頓立的就是這個 凡網經 菩薩界 跟菩薩依諾本願經 這兩個都是屬於頓立 也就是說 他出家跟在家 有沒有看最左邊根器有看到嗎 通生俗 就是不管你出家跟在家 你都可以去受這戒 而且你一受 基本上就是一次受就是這十重 他不管你之前有沒有受過居士五戒 你今天一旦受持這個菩薩凡網經 跟一諾本願經的這個戒本 這個版本的菩薩戒的話 你就是受持這個菩薩 基本上你就是菩薩的戒 真的菩薩戒 真的菩薩戒 這個是頓立的部分 那戒例的部分就是這個 上一次跟他提那個表格 我們附件的表格 這個是屬於戒例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就是 德國色戒經有四個 所以一共有六部戒經 這是我們在跟他介紹的 那在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區別 那這個菩薩地善戒經 這個是只有出家人受的 那通常你們會看到的 在家真正菩薩戒的部分 就是余前戒本 屬於玄奘翻譯的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 唐摩燦尊者的 第十菩薩戒經 戒本 這兩個是屬於前世帝論 同本意義 同樣一個範本 不同的翻譯 這個上次也有跟大家解釋 他主要就是這個四重 四十三一個是四十一翻譯的不一樣 這個我們再往後還會跟大家講到 為什麼會有這條目的不同 就是大德是怎麼來詮釋 所以就是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遁立 一個是建立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系統的主要的分別 首先第一個 這個 這個凡網經 跟一諾本葉經 這個戒本 是屬於 釋迦牟尼佛所說的 那余前戒本是誰說的 我們上次講 余前戒本是余前出處是哪裡 余前世帝論 本帝分 菩薩帝 初持余前處戒品 然後這個余前世帝論的這個 菩薩帝戒品 跟帝辭經 善戒經 都是屬於余前世帝論的同本意義 這個大家知道 所以呢 換句話說 這個余前戒本呢 余前世帝論就是彌勒菩薩講的 這個當初 這個跟我們的為世中的傳承有關係 這個起源是在佛滅度後900年 在這個 中義度 我們知道這個 為世中的祖師啊 誰 世青 世青有個哥哥 無卓菩薩 無卓菩薩 他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想要進一步去了解這個 為世啊 心事的這個部分 然後他呢 就入到禪定裡頭 到洞帥天去請這個 米勒菩薩 那麼米勒菩薩就下降在這個 中印度的阿彌陀國 中印度的阿彌陀國 講堂 然後來宣說了這個 宇前世帝論 那從這時候開始 吳卓 世青 一直到他們往後的這些 印度的這些論詩 十大論詩 然後我們漢帝有一位祖師 去印度跟他們學 學 就是有名的 著名的玄奘沙斯 就是這一個 為世到了 中國叫法相中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傳承 在毀滅九百年之後 展開來的 那所以這個瑜伽戒本 所以從你從這裡來看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狀況 這跟轎襯也有關係 你看防網精 他比較像什麼? 精 他比較像華言 他就是在講大菩薩的一個 菩薩的行詞跟行徑 他就是很嚴格的 那你等一下往下看 這個瑜伽戒本的 他的開則就是很明顯 他就是適合現代人的一個根系 這個跟法相為似 有沒有 因為你後來就是 本來佛剛開始 他講的是什麼? 就是五時說法 他最開始的時候 二七日 他成正覺之後 他去思維行 因緣行 看看他這個成就的這種正境 正量境界 怎麼去跟世間人 分享 教授 讓他們也能夠入到佛境界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就是十方三四諸佛的一個境界 所以這個叫第一時 初始就是華盈繁王會 華盈繁王會 然後之後呢 宣講這個一聖 現場誰當機的是誰? 華盈會當機的是誰? 法生大師菩薩 沒錯 還有這些情法的天人 那你說其他現在現世的這些聖文弟子 有聽到嗎? 有耳不聞 圓頓教 有眼不視 捨陌生 看不到這種法報的境界 法報化的境界 只能看到化身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佛才到陸爺院 三轉法輪 來說 四帝 十六形象 才轉 三轉法輪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叫做阿涵會 這個已經是從元頓到了次帝來講的 所以經的教說也是這樣 戒法也是一樣 然後所以 我們這個五十才有所謂的阿涵期 方等期有沒有 柯仁 這個乃至最後法華涅槃 他也不同的教說 那你從戒本來看也是這樣 八幻經他就是屬於華盈會的這個部分 那瑜伽的部分他就是屬於 屬於初期大聖的為是法相的部分 所以在瑜伽戒本裡面 你會看到他那個開則啊 就會講得很清楚 什麼是犯什麼是不犯 那犯他還有跟懶犯跟不懶犯 所以這個就是很有意思 他不同的戒本 不同的對機根氣的重生 他有不同的一個規範跟開則在 這個我們接著就是下面要跟大家講這個 那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所以這兩部系統的論點的最大區別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凡網經是釋迦伏迅說的 那瑜伽戒本 而且你在凡網經裡面你會看到 這個還不是只有釋迦伏迅說的 這是所有的一切諸佛共通的這個金剛 光明金剛寶戒就是菩提心戒 就是這個菩薩戒 然後進去菩薩戒 這是諸佛的這個部分 那在瑜伽戒本裡面就是屬於十四菩薩 他根據釋迦伏在各戶經當中 善說的有關戒律的部分 他收集集結編輯 然後講的這個瑜伽斯利論的本地分 菩薩地的戒品 雖然成因不同 可是都是都是佛說的 這個菩薩基本上也是依著這個佛的教說 來悲靡這個縣市的眾生來做一個借帳 綠典的一個編輯 而有這個瑜伽斯利論等地分的菩薩地的戒品 所以基本上凡網經跟瑜伽戒本 他就是成因不同 關鍵這是第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屬於他的輕重 也就是剛才看到那個凡網 凡網戒本跟瑜伽戒本的輕重 他有不同的一個規法 那這個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講 我希望就是說我們 對啊 雖然我們這項課叫做華顏經 可是基本上就是講到每一個 你看我們從安住心開出來 講了實性法門 然後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摩、摩世、摩業 我現在在講這個摩業 這個跟整個菩薩界是非常有關心 跟菩提心是非常有關心的 所以這個就是要帶一下讓大家 否則我們沒有其他多餘的時間 去提到這個有關戒法的部分 那這個我是希望有姻緣 你們也可以種一個出世的一個清淨的種子 至少在未來的生命裡面 我們這輩子可能不一定有姻緣出家 修學 那至少你知道這件事情 那你把它放在心上 那乃至你偷偷的發一個願 發願未老 有希望 有下輩子 出家 那你要能真的不來啊 如果有的人沒有辦法 沒把握不來的 對啊 就是發一個心願 就是有姻緣出家 這是很好的 出家修道 那你來世 你就會有不同的 不同的生命的一個學習啊 這個地球越來越糟糕了 好 那就要想辦法去淨土啊 那就一定去淨土 你糟糕 我們這樣子的啦 學佛的人喔 這輩子啊 你就做兩個打算 一個就是 我如果能夠真的 在心情上有所明白的 我就好好的 這叫以聖 以聖菩薩道 我能夠在實相上 能夠在心情上有所體悟明白的 到哪裡都不是問題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 從這個方向 如果你有這個體認的話 你到哪裡都是淨土啊 你即使在繪圖 你也是實相上的明白 你也是淨土 這裡就是釋迦佛的淨土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在這邊 你如果發心好好的 世事長期菩薩道的 那一種發心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就是看人的根氣不一樣 那第二個方式 如果你沒有把握 對實相有明白 對心情有了解的 你要怎樣 你要怎麼樣 直接發願 發願去淨土 對 就是這樣子 不是說這裡不好 不是 因為你沒把握 你既然沒把握 然後你又沒把握 會不會掉到三個道去 那你只好怎樣 只好老老實實的 發願去淨土 十方淨土都可以 不一定去哪裡 可是你就是去淨土 你看你跟哪一個佛相應 就發願到他的淨土去 到他的淨土去幹嘛 繼續修行 明白心性 去明心見性 你在這裡也是 可是在你當這裡 你可以明白了悟心性的人 那你就是好好的去 在心性上開發去耕耘 當下你就可以修學菩薩道 那當然你會修菩薩道的人 你在身文自立的部分 你就不會有違反了 因為你的心就是一個佛道的心 菩提的一個心願 這樣明白嗎 就這兩個事情 一個是你對心性你有沒有把握 心性的開發 你就往這個方向去耕耘 即使這輩子沒有成就 你就是遠中菩提音 就是一個菩提種 如果你真的真的沒把握 那你就發願去淨土 就是這兩條路 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你 輪迴啊 戴業往生嗎 戴業往生就是去淨土嘛 就是這個問題啊 戴業往生 你不要再增長啦 你不要再增長相續 這個往後你會跟大家講 我們魚仙劍本裡面 你會有講到你那個問題 上品禪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講 戴業往生 就是你不要再 有那種真的非常相續 那種不斷竄襲那種出眾的煩惱 禪啊 我們上一次 你們還有人覺得 以為是禪修的禪 上品禪 不是 就是有人對過失的違反 身口義的造作 他是用很出眾的那種煩惱心 什麼叫出眾的煩惱 那個禪就是 不斷的去相續那一種 竄襲很堅固的煩惱 而去違反的這種過失 這個叫上品 那就犯到根本 我們往後會再講這個違反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到 否則你 除非你菩薩戒會有這種上品禪的違反 或是你捨心捨掉這個菩提心 否則你這個菩薩戒 基本上你是有犯故失的 這個不同的戒本經 戒經它有不同的一個 對於菩薩戒失不失的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在往後會再跟大家講 那基本上你們都有沒有佛種性 有啊 所以基本上只是你還沒有去開發它 簡單來講 這如果一旦你們知道 你把你們去受菩薩戒 好好去受食 這生生世世都是一個菩提種子 而且你看他往後會跟你講 他你在往後的生命當中去受菩薩戒 是心得的嗎 不是心得的 你本來就有的 就是這樣子 這個蠻有意思啊 你從 從戒經裡面去看 那如果你 站在從法言的角度 或是站在這種大聖菩薩的角度 大聖經論的角度 你去看這個戒經 特別是菩薩戒經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是 都在講心境的開發 菩提心的這個 這個受學的部分 那要知道 要明白 其實我們學習風化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來的 明白我們的心地 實相 就是這樣子啊 好吧 沒把握的人 就去淨土 有把握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修了 你不用等到 而且 往後會講 這個叫直淨菩薩 菩薩有次第的 還有直淨的 次第的就是回心的 你先學小 回小向大 可是那個會很辛苦 我們會 我們會再跟大家講 那個就是 真的是比較辛苦 因為當你的意志 都已經很堅決 要處理自己的身心的 然後你要再去回心 那真的難度就很高 好吧 這個我們 下個禮拜再繼續跟大家講 好 那我們來回向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從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魂者 西發菩提心 禁止以報生 同生華藏國